印尼的《十年经》问的 最尊贵的师佛 阿弥陀佛 弟子千诚 祈请师佛 佛体安康 请佛注释 大众法轮 广度众生 弟子想请示师佛 如果到场邀请上师祖坛法会 但法会祖尊的法相有点复杂 例如他有很多的头 很多的手 很多的脚的本尊 例如前手前眼观世音菩萨 大准迪佛母 大威德金刚等等 弟子未必可以将主尊很仔细地观想清楚 而且如果尽量观想清楚的话 必定花很长的时间 也未必可以观想得很完整 敬请师佛开示 身为主堂上师 如何做抉择 感恩师佛慈悲开示 弟子十年经 顶礼感恩 这一点 我好像以前有讲过 你要观想 大威德金刚 你把大威德金刚 把法相放在你的身上 你拿起来尝尝看 眼睛一闭 大威德金刚就全部都出来 你要观想 前手前眼观世音菩萨 眼睛一闭 前手前眼都通通都出来了 因为你看他 然后眼睛一闭 整尊全部都观想 大威德金刚也是 大尊敌佛梦也是 你不必每一个法器 全部通通都观想清楚 总之他所有的形象 广泛的讲 可以映在虚空之中 这是一个方法 你确实没有办法观想 有那么清楚 但主要你观想 中间的那个脸 中间的脸也观想不出来 你就观想 他的第三眼 观想他的第三眼 一就是代表一切 一切也就是一 第一个观想 一切也就是一 一也就是一切 你把一个地方 很观想的很仔细 重点是 他的手印观想的很仔细 就代表一切了 或者你把你要全部都观想清楚 你观想 大威德金刚 我现在也可以观想出来 很多脚 很多手 有两只牛角 他的整个脸 我都可以想得出来 这是大威德金刚 但是 并不是很仔细 就是整尊全部都想出来 这个也可以 多也就是一 你再不行 你就观想 你就观想他的嘎巴拉 观想他的一只手 哪走这个夜刀 这只手哪走嘎巴拉 也可以啊 一就是多 多就是一 所以观想 在密教的观想来讲 应该是没有问题 是回答印尼十连经的 所以你要每一只手 他像那个十连金刚 有二十四只手 二十四只手 每一只手都有法器 你全部要观想完 你看啊 这火就洗了 你还做什么护膜 火都洗 这个也是一个重点 你时间有多少 你就观想多少 尽力而为就是了 我会看这个 还可以 我会看这个 那是 我会看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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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